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的课题是 四下一,单元七,聚述与说明。 阅读教学,聚述说明相比较。 默读以下两篇课文的题目。 然后说一说他们有什么相同或不相同的地方。 首先,看下写作对象。 大红猫观想记的写作对象是大红猫。 国宝大红猫的写作对象都是大红猫。 在写作目的方面, 大红猫观想记是聚述作者的经历。 国宝大红猫是传递知识。 在主要内容方面, 大红猫观想记是聚述事情的经过为主。 国宝大红猫是以说明事物的性质特征为主。 在结构安排方面, 大红猫观想记是按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来写。 国宝大红猫是按事物的性质特征和有关知识来写。 在表达方法方面, 在表达方法方面, 大红猫观想记主要是以聚述的表达方法。 国宝大红猫主要是以说明的表达方法。 朗读永儿和家明的说话, 然后选出表示表达方法的字词。 穎儿的说话, 余夏。 我想写一篇文章, 交代我上星期跟家人到香港的士尼乐园游换的经历, 并表达我的感想。 家明的说话, 余夏。 我想写一篇文章, 介绍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地点、 面积, 以及乐园内的各种设施。 在穎儿的说话中, 表示表达方法的字词是 游换的经历。 感想。 这些字词是聚述以交代人物的经历, 事情的经过为主, 内容较为客观。 家明的说话中, 表示表达方法的字词有。 介绍。 介绍。 地点。 面积。 设施。 他们是说明以解说事物及传递知识为主, 着重客观的事实, 避免加入个人的判断和喜好。 使用整理判断和喜好。 会使用整理判断和喜好。 想。 红曲。 在改歌。